好 那接下來我要還正式的唱 我們今天這張黑小女孩專輯裡面的歌 跟大家說一下為什麼就是 會有這個主題叫黑小女孩 因為接下來這首歌就是要唱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就是黑小女孩是一個真正的發生在我身上的一首歌 它是在今年夏天 然後那個夏天我住在新竹 新竹的夏天其實跟其他地方沒什麼不一樣 只是風大了一點 然後因為新竹有一個海邊叫南寮漁港 所以通常我們一般的人在新竹會去看夕陽的時候 都是跑到南寮漁港去看海的 有一個很大的草原 我還記得那一天下午就是有下雨 那天下午其實有下過一場雨 然後天還是陰陰的 那天我就不知道為什麼來跟進不對 我就想說打電話給我女朋友 她剛剛才要下班 我就說五點多嘛 太陽還沒有下山 我說欸走 我們等一下你下班 我直接起去找你 我們去看夕陽 他說今天不是下雨嗎 然後我說沒關係啊 下雨還是有夕陽 就是我不知道我哪裡傻的這樣 他就說不對不對 下雨天不會有夕陽的 然後我說喔好吧 我就覺得很沒趣 因為你們知道我們創作的人都是這樣 就是我們過分的浪漫跟敏感這樣 我就覺得哇 這此時此刻沒有看到夕陽 我這輩子就結束了這樣 就很誇張這樣 於是我就想說好 那既然你不讓我跟你去看夕陽的話 我就要寫下一首歌來寫 你是多麼的殘忍 就是沒有讓我的願望成真這樣 於是我就在他騎回家15分鐘之內 我寫好的這首歌 《黑小女孩》 然後他一回家我就馬路起來 一回家我也不唱 我不想唱 我心情不太好 我就用那個 那時候買iPad 我就用iPad然後放下去 我說 你沒有陪我去看夕陽 但是我們換回來一首歌 然後這首歌叫《黑小女孩》 就放給他聽 然後他聽了之後就說 蛤?什麼?你在寫什麼? 然後我就說 這是我的心情 我覺得很不爽這樣子 就是對 但是他就聽了一整個晚上 然後隔天 再隔天都一直放 一直放 放到我後來都說 你可以不要再放這首歌 我已經不想去看 就已經過了那個感覺 然後就是這樣一首歌 很簡單的一首很小的新歌 然後他的吉他也很簡單 他的吉他是完完全全 百分之一百 那個Copy那個 以前張正月有一首歌 叫做《勇氣》 因為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有練過這首歌的吉他 那我不會唱 我就很想說 在一個新的歌裡面 可以用到一模一樣的 伴奏方式 所以我就要來彈這首歌 《嘿小女孩》 一首非常無所謂的小情歌 對 《嘿》 《嘿小女孩》 我為你寫了一首歌 第一次寫給你的表 有點亂亂的 不知道最近怎麼了 《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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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碰 SARS》 《嘿》 小女孩 送你的玩意 她不該 天天讓你抱入懷 得到你疼愛 我卻亮在一邊發展 嘿 好難猜 我想我是真的不明白 只好猜 猜 猜 嘿 小女孩 我為你寫了一首歌 第一次寫給你的歌 有點懶懶的 不知道最近怎麼了 嘿 小女孩 我是不是早就明白了 其實你一直在忍耐 原來我的怪 還要自顧自自說愛 嘿 小女孩 嘿 小女孩 嘿 好難猜 我想我是真的不明白 因為給的是愛 只要你無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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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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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嘿 想你嗨 我送你的外奥它不改 甜甜让你抱怨 等到你尊爱 我却两在一边发财 嘿 好难猜 我想我是真的不明白 只好猜猜 猜猜 嘿 小女孩 嘿 小女孩 嘿 好难猜 我想我是真的不明白 以为给的是爱 却让你无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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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